第1342集 方平走出小屋,这一刻再次收敛了气息。 此次来邪教收获真的太大了,战力暴增不说,本源世界得到了完善, 神皇造化丹和本源土看起来作用不大,可方平却是极为满意。 他隐约有点感觉,自己的本源世界正在朝真实世界变化。 有了太阳,有了土地,有了城市,还有圣人令。 圣人令让他的本源世界更加巩固,而且和方平契合度很高。 如此一来,方平以后不用再单单用斩神刀去对敌了。 另外,就是邪教这个大敌被铲除,更是让他松了口气。 小勇 天幕再次化身出现,眼神深随地看了方平一眼, 欲言又止,非真神,破四。 方平见他这么看自己,微微挑眉,很快笑道。 穆朗有话直说,天幕沉默了一会儿,笑了笑。 无事,只是想说老朽本体太大,如今又有强者复苏。 身为上古第一幕,老朽一旦出现在外界,必然会引起一些波澜。 不知可否暂且栖身在人间界,就是可能会给小友带来一些麻烦。 他是上古第一幕,自身本体就是打造神器的主菜, 外加外界强者也会寄予他的一些东西。 比如果实之类的,的确很有可能招惹一些麻烦。 方平眼神微动,一位圣人级强者要弃居人类世界。 这还是第一次,不,之前有只猫也选择了待在人类世界。 这些家伙啊,是为了套近乎,还是有别的目的? 尽管心中想了想,方平还是热情笑道。 当然可以,木老要是愿意选择七居人类世界,简直是人类的福音。 一位圣人呆在人间,我想各方都会忌惮三分,这是人类的福气。 不管天幕有何想法,方平觉得,起码现在不会反水。 既然如此,有一位圣人,哪怕和苍茂一样不会出手,可关键时刻也可以震慑敌人。 如今随着一些强者陆续复苏,方平也担心地球出问题。 他还不是地级战力,人类最强的,现在除了他,只有吴魁山一人。 苍茂不太靠谱,天幕既然驻扎人间,关键时刻,总要出点力吧,不指望天幕为人类而战,当个震慑就行。 那就多谢小友了。 天幕也是笑容满面,说着,开口道。 小友现在是离去,还是…… 我要去乌道牙看看。 方平说着,忽然想到了什么,哎,那颗脑袋呢? 这一刻,大树下方,一颗埋在土中,只露出头顶的脑袋,微微挣扎了一下,露出了地面。 满脸的绝望,他记起来了,长山起很悲伤,他以为发生了这么多事,方平也许都遗忘他了, 哪知道居然还记得他。 这一下子真完了,方平见他躲在了土中,痴笑一声,你躲得了吗? 倒是真的差点忘记了这家伙,加上这家伙就剩下了脑袋,存在感不强,气息微弱,差点就给忘了。 幸好想起了乌道牙,这才想起了这家伙。 方平探手一抓,长山起脑袋落入他手中,方平玩味道,怎么不跑? 长山起不想说话,天目这位圣人在这儿,他跑,往哪儿跑? 天目对方平倒是客气,可对方那就没那么客气了。 一株见惯了强者的大树,自身也是圣人级。 若是方平只是破四的实力,天目都未必会太在意。 关键还是在于方平的身份、背景以及未来。 人亡,修道三年,非真神,这三者才是天目此刻这么好说话的原因。 天目也没管他们,开口道。 那老朽陪小友取一趟悟道牙,此地,废了呀。 天目叹息,这方小世界算是废了,能量消散,宝物的能量也都一散,腐朽了。 偌大的小世界,除非有一些聚宝留下,没被吸收,其他的宝物几乎都没了,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他,也要离开了。 不离开,在这继续待下去,恐怕再也无法寸进。 神庭小世界,方平站在天目的一节枝干上,俯视下方,天目体型很大,然而此刻,却是没人看见这位圣人级强者。 下方哀红遍野,这一次,死伤太多了,哪怕天狗和守权人不是故意制造杀戮,可能量被吸尽的那一刻,大地坍塌,苍穹碎裂,舞者癫狂。 无数人因此而死,下方那些平民百姓不像强者,还可以逃生,他们只能留在原地。 等待着未知的未来,哭号声哽咽声响了这片天地,绝望的情绪让天地都充斥着悲伤。 下方,有强者侥幸未死,此刻也是如沽上蚂蚁,四处乱飞,有人想要寻找一些宝物。 有人想去入口处,离开这片绝望的天地,然而方平却是知道,不可能的。 来之前方平却看了一下,失去了能量支撑,入口通道无法支撑,破碎了。 除非到了真神境,具备破空的能力,否则哪怕九品也未必可以打破坍塌的空间,离开此地。 这是一个牢笼,从今往后,除非绝颠境以上强者,其他人恐怕无法再来往这片小世界。 方平默默看着,他在这儿,好像看到了未来,人类的未来,人族何去何从。 三界公敌,七日的大敌,地窟,如今已经被他们杀得七零八落,可不代表人类就赢了。 地窟还有很多强者,加天坟中还有两位地己,近百位真神,这依旧是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 何况地窟真的没有隐藏的强者了吗? 还有,二王这些人真的就放弃了地窟,二王可是地窟两千年前的领袖。 还有李主,方平不相信李主会放弃地窟的力量,地窟实际上依旧是人类的最大敌人。 李主隐藏得太深,二王可占天王,地级也有,真神上百。 方平不知道,等这些人回来了,是否还会和人类继续战斗下去,甚至联手一些人。 我能做的,唯有在他们出现之前,壮大人类,虚弱他们,让人类哪怕面临围攻,也有一战之力。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是难如登天,方平看了一眼天幕,这树树用得好了,也许有大用。 让他扎根在人类世界,可能会诞生一片真正的修炼圣地。 方平现在不缺能源时,不缺能量,供给天幕吸收,让他转换,会在地球诞生一片修炼净土的。 想着这些事,神城到了,不,废墟到了,神城没了。 天狗和守权人就是在这大战的,方圆千里,几乎都化为了虚无,哪儿还有什么神城。 不过,在这片废墟之地,倒是有一些显眼的地方存在,一方古井,一处断崖。 天幕也是感慨万千,出声道。 长生骨拳,雾斗崖,这些都是当年天界一方重地,如今也都彻底残破了。 生命之门中,四个胖娃娃有些躁动,比起刚来的时候,这四个胖娃娃更胖了一些,也更灵动了一些。 此刻,方平打开了生命之门,四个胖娃娃看着那座悬空的古井,忽然,吱呀吱呀悲鸣起来。 方平没管他们,有些好奇道,长生骨拳是一口井。 之前他们虽然去了长生骨拳,可没有进去,当时精神力倒是扫视到了有井口的样子,可他还以为是邪教这边为了保护骨拳,故意锻造的。 现在看来,长生骨拳真的只是一口井。 是。 天幕缓缓道。 长生骨拳就是一口井。 不过这一口古井,已经不复当年神效。 谁挖的井? 方平对那些不感兴趣,他倒是好奇,谁挖的这口井? 谁挖的? 可能是当年开辟本缘道的那位吧。 天幕笑道。 其实天庭之所以建立在天界,因为据说当年开辟大道那人就居住在天界,本缘道舞者都可以算是这位的门生。 整个天界都应该算是对方的道场,所以这才有了后来的天界、天庭。 因为在初五之争中,本缘道胜了。 那谁开辟的本缘道? 不知。 天幕叹道。 老朽虽然可以记录很多东西,可也有年限的。 若是当年老朽是那位种植的,如何去记载? 此话一出,方平一愣。 是啊,天幕怎么来的? 天生地养的一棵树,未必吧? 树也许就是人种出来的。 是谁种的? 开辟本缘道,神人。 哪怕方平也不得不说一句神人,在没有前嫌的情况下,自己开辟了本缘道,天地之间第一位,这样的人是真的神人。 此人连名字都没留下,死了吗? 方平不知道,也许死了。 九皇四帝,包括如今的三界众生,都可以视为对方的传人。 这是修武者的鼻祖,这样的人物让人向往。 没再去问,没再去想,方平踏空而行,走到了那口古井前,没有任何依托,这口井就这么悬浮在虚空中。 很普通,很普通,却也很不普通,在两位天王交手的情况下,一口井居然流了下来,不得不说,很让人惊异。 方平,方平低下身子,摸了摸井口,充满了岁月的气息。 方平想挪动一下,确实发现,古井纹丝不动。 方平不意外,两位天王都没能打碎,没能挪动,他显然也做不到。 探头朝井内看去,方平看到了下方的井水,很清澈,也很普通,并未看出一些异常。 方平想了想,直接落入了井口,井口好像是一片新的世界。 方平看着很小的井口,当它落入,下方却是如同汪洋大海,此刻的它就悬浮在这片大海之上。 捞起一捧井水,就是普通的水,并无特殊之处。 方平探查了一番,也没发现任何异常,四个胖娃娃此刻也在水中畅游。 当它们落入水中的那一刻,方平心头一紧,这几个娃娃落入水中,好像彻底消失了。 好在,下一刻,几个小娃娃悬浮在了水面上,遮压遮压地叫着,并未离去。 方平松了口气,刚想将几个小家伙收入生命之门,脸色微动,没再出手。 这几个小娃娃,它还有用,脑盒还没彻底修补完善。 几个胖娃娃修补速度虽然慢,可还是有效果的,它哪会放它们离开。 四个胖娃娃都是光着屁股的,此刻,其中两个飞到了方平面前,吱压吱压叫着,胖胖的手指头指着方平脑袋。 方平盯着看了一会儿,好像明白了什么,生命之门出现,打开了生命之门。 这一打开,下方两个胖娃娃钻入水底,很快,两个胖娃娃吃力地抬着一块冰块飞了上来。 剩下的两个也去帮忙,四个胖娃娃吱吱吱地搬着那块冰块,要往方平生命之门中搬。 方平有点感觉了,这几个小家伙要搬家,这冰块好像是什么宝物,这几个小家伙大概想搬到方平的生命之门中去。 方平确实咒悯,这是什么玩意儿,生命之门可不能乱放东西。 他想避开,这时候天目忽然出现在了他身边,看了一眼被四个娃娃抬起来的冰块,眼神微动,轻声道。 这个,这个,老朽想想,本源之水。 天目不太确定,难难道。 难道长生骨泉就是因为这滴水诞生的? 一滴水,方平看着那个冰块有些呆滞,你们能不能别乱用单位? 四个胖娃娃当时地形告诉他,这是四滴骨泉,现在,一个大冰块,天目说是一滴本源水,滴,是这么用的吗? 好像是。 天目眼神微动道,传说当年开辟大盗那人,在本源世界找到了本源土,找到了本源水。 你要知道,水和土是世界构成的基础。 本源土,本源土倒是时常会出现,本源水却是只有耳闻从未见过,这滴水也许真的是本源水。 可以在本源世界中出现河流? 那老朽就不知了。 说着,天目笑道,这应该是这几滴长生泉的栖息地,也是他们的诞生地。 如今神庭被毁,小有不介意的话,倒是可以让他们暂居生命之门。 方平想了想,没再说话,生命之门继续打开,四个胖娃娃吃力地搬着那个冰块,飞入了方平的生命之门中。 在方平目视的情况下,几个娃娃将冰块搬到了深处,接着,这几个娃娃居然融入了冰块中,很快又冒头,又出现,好像冰块中也有一个世界。 这几个娃娃进进出出的,其中一个最胖的,还回头看了一眼方平,好像在想事情。 下一刻,几个胖娃娃一起出动,将方平修补得差不多的脑盒往冰块那边搬。 方平刚要阻止,接着强压下这几个家伙要盗走他脑盒的心思,继续看着。 四个小家伙将脑盒搬到了冰块上方,接着,方平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 冰块上伸出了两根透明管子一样的东西,一根连接到脑盒上,一根被一个胖娃娃抓在手中, 折着方平,小娃娃抖了抖管子,一脸期待。 1,3 cou chegar。 2,3、几个人。 1,6月。